我管多长时间 你来了叫我给你开锁的 我给你开了你就把家付给我 我给你开了 但我不知道这么简单的事 这么简单要300 那你这么简单的 你叫我干啥 你自己不开吗 哎 师傅 您的车是吧 对 你叫我开锁的吧 对 就这个车 就这个啊 嗯 好 哎 师傅好了 那你这也太快了啊 快不好 我们干的就这行 快点不好 我现在都讲教育啊 我给他捅两小时 那你不烦死了 哎 那行 谢谢啊 对不对 麻烦你了 把钱给我 多少钱啊 现金还是说是给手机刷 多少钱啊 说好的300块钱吗 300块钱 电话里不说好的300块钱吗 你不扯淡的话 你这还不到凉一分钟呢 就就就300块钱 你这也太太黑了吧 我刚才没说话 我要给他弄两小时 你愿意吧 你不两小时 两小时没关系 反正你这个这么快 也不可能300 这太贵了 时间就是金钱 你不要我管多长时间 你来了叫我给你开锁的 我给你开了 你就把家付给我 我给你开了 但我不知道这么简单的事 这么简单要300 那你这有点 这么简单的 你叫我干啥 你自己不开吗 我这个师傅 你怎么这样子呢 我喊啥呀 没什么好喊的 你这个东西这么简单的事 你要300是不可能的 我20多公里跑过来了 你一个打电话 叫我叫我来给你开锁 我给你打开了 做好的300 你从哪过来呢 你别管我从哪过来的 我来到给你开了 我不管你从哪过来 我跟你说 你从哪过来跟我没关系 你从上海 从北京过来都跟我没关系 对呀 跟你没关系 我车在这 我就让你到我车这给我开锁 开没开 开了开了给钱 开了你这么简单 不能要300 对不对 你做的是技术没错 但是你这个不能以技术的名字 谋取报应 我们做人要讲诚信 要讲科技 要讲跟道德 知道吧 这是讲过的事情了 对不对 你该多少钱得给我多少钱 我就是给你讲武德 咱做人得讲点武德 你讲啥武德 我给你讲啥武德 但是你不能讲钱 我不能讲钱 我讲啥 我不讲钱 不是 你这年轻人就不讲道理了 知道吗 不是 你跟人说好 人在带到电话上 说好 人给人家300块钱 人家来给你开锁 那你现在不给人家了 对呀 你看 是不是说死亡 对呀 人家给你开开了 那给人家的技术 那人家能力 对吧 你开了给钱你不可能说你一分钟就要300 哪有这么快 那不是你别问人家开多少时间 人家只有给你打开了 他想我开得太快了 对 你听我说 你这个开锁是技术 没错 你听我讲 你两个打电话怎么说这么说的 怎么说的 他说他车锁住了 要我来开锁了 我还给我 现在找好没有 讲好了 讲好我也不给你钱 对呀 这为啥不给钱呢 他说我开太快了 他到地方说你摸开了 你要给你钱 对呀 对不对 你这个话还不能这样说 我跟你说 做技术上有人民道理 对他就不讲道理 对他就不讲道理 我也看他不讲道理 他就是为人民服务 但是我也要为钱 为人民币服务 对呀 你为人民币服务 我吃了 我给你讲 你也得有钱 是为人民币服务 不假 但是我跟你讲啊 如果说各行各业 那都不计成本乱收费 你别给我说的也没有 什么计成本不能借 你别给我查 我不听 我不听 约约技术 约约技术不要成本 一文钱不给是吧 我最多给你五十块钱 你不要拉倒 五十块钱 对 五十块钱可以 那你什么意思啊 那你 你去找五十块钱的去吧 谁五十块钱 谁能给你开 你找五十块钱开是吧 那你啥意思啊 哈哈哈 谁能五十块谁开 你找五十块钱的 对吧 你给我打开 我凭啥给你打开啊 你不是五十块钱 你找五十块钱 谁五十块钱给你开 你找 找谁开 哈哈哈 那你走吧 我从你找人开 你去吧 走吧 不是 你的年轻人太不讲道理了啊 我跟你说 做技术是服务人民的 你听我说 如果各行各业 都不计成本乱收费 那个加油站的油 你收五十块钱一升 那你收电话上跟人交好的呀 那这个社会不就乱烫了吗 说话不能乱收费 臭不了脸 对呀 开来呀 哈哈哈 是的 什么意见 Weil今天也咬过来了